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环台感恩之旅的第三场 下午来到台中举行 现场吸引了将近2000名郭粉到场力挺 而太太曾心盈则担任她的神秘嘉宾 郭台铭还透露现在每天都在练身体 目标是活到120岁 还跟郭粉们说后会有期 带领粉丝合唱国歌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感恩之旅第三场 来到台中吸引2000多名郭粉到场力挺 郭台铭上台致辞 先向郭粉们举功道谢 让台下粉丝好感动 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举功 谢谢大家 最亲密的战友泰勒真心盈 以神秘嘉宾现身 郭台铭赶紧上台 牵起夫人的时候 玩起默契大考验 怎么第一题就赐贼 郭台铭也不是使用了灯 妙语如珠神补救 他教我跟林志玲 可我看到他第一眼 我没有看林志玲 这答案对不对 对对对 这答案一定对 就连惩罚也高调放闪 玩轻轻感恩之旅 大玩综艺梗 两人加码再高歌一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难得有这么多支持者 友军台湾民众党 由蔡壁如领军 带领各区立委参选人到场支持 至于呼声最高 已将获及牵制台中的 永灵基金会顾问郭新怡 则宣布不投入台中立委选战 至于自己的下一步呢 我的身体目标要活到120岁 所以人能七十才开始 我们后会有期 郭台铭强调下一步的计划 就是练身体假霸击 至于前华林现场傅昆琪 喊话郭台铭 如果韩国瑜当选 希望他担任行政院长 郭台铭台上这么一说 也算直接否决 这项检疫 借中部纵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